台北排科全書 台北排科全書 台北排科全書特別篇 台北排科全書特別篇 蔡總統上次我們見面的時候 你有送我吃一顆巧克力 那你自己在世界上的這個國家 吃過什麼讓你印象深刻的巧克力嗎 就是它的純度最高 糖度最低的那種 跟咖啡一起喝滿好的 那今天呢 這個我們的巧克力特輯呢 其實還有另外一位特別來賓 他是在我們大安區相當有名的 在地店家魚市的主廚 鄭宇軒 總統您好 您好 我們其實是非常專注在做台灣風味 盡可能把台灣文化 融入巧克力之中的一個巧克力品牌 算是台灣第一個在世界巧克力大賽 得獎的一個品牌 十年前的時候去巴黎去學藝 那那個時候我記得常常跟別人介紹說 我來自台灣 他們都會說 嗯 泰國嗎 後來這幾年 他們一看到我們是台灣 他們就會很驚喜 然後就會過來 不斷地跟你分享說 我去過台灣哪裡 我喜歡台灣的什麼 然後等等等等 做總統這幾年來 常常在總統府接見 在國際得獎的麵包啦 糕點啦 還有很多的大賽 表現都滿好的 就表示說台灣的社會已經能夠 把多元的文化 納到自己的體系裡面 然後用自己的方式再表現一次 我們現在講上架台灣 其實很多人每天在做的就是在上架台灣 那你有認真在做上架台灣嗎 我也很認真的在做上架台灣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我們 處境確實是比別人更複雜一點 在這樣子 這麼多的挑戰的情況 能夠表現出來一個 沉穩應對 我覺得就是一個 國民的一種素養的同時 也是一個執政團隊 它所表現出來的一種 面對問題的態度 未來 當我們希望說台灣 走在這個國際上 持續被大家認可 總統你剛剛說 要表現出沉穩沉著 這個非常重要 那要怎麼樣回應 國內的民眾 或是年輕世代那種 想要更直接的 更直率的溝通的這種需求 我是理解就是說 年輕人都比較喜歡聽到 直接的 比較有趣的 大概我比較 謹慎一點吧 有時候領導人 他就是必須選擇 安全而無趣 但是當你安全的 度過那個關口的時候 你回頭看 今天要邀請余軒帶領我 跟總統一起來手做巧克力 像搓湯圓一樣 塑造成一個圓形 你速度這麼快 我是專業的 本來還想跟他講 我不做總統 沒事的話 可不可以讓我去做part time 不敢不敢 你看這裡是一個愛心 這樣巧克力就是完成了 還有個樣子耶 那你覺得 怎麼樣的人適合來做 這個國家裡面的監督者 很多的政治它牽涉到了 利益重新噴配的問題 那你要在人民之間 維持一個平衡點 那就是很重要的 他必須要跟他的選民說 我就是要替你們做代言人 去跟行政部門 來好好的把這個事情講好 所以行政部門呢 你代表的是民眾對這個神 但是如果你們談好 你也要回去幫行政部門去說服你的群眾 換句話 溝通能力要很強 表達能力也要很強 這是我們對立委 他所扮演的角色裡面 他最重要的一個特質 我希望下面講的不會被剪掉 我覺得你講的 說服力都蠻強的 一個好的立委 必須要有一個說服的能力 還有一個感受別人的心情跟感覺的能力 這兩個是重點 我幾次看到你的電視上講話 說服力蠻強的 哎呀 讚